随着全球医疗、经济、教育等条件不断改善 全球人均寿命在过去几十年显著延长 当我们健康长寿的时候 其实人的活动力、人的生命力 可以起码有十至十五年的增长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退休年龄 如果个人自己觉得脑子不太合身 活动不行的话 自己应该是退休的 如果不是我一定会继续 看出过未来 星期三于新时代电视以台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